姜濤的中文新聞報導 今節就要繼續套租一下杜穴者這部電影 但是我自己是欣賞姜濤的演繹方式 開始這部電影之前請大家讚我這部電影 以及劉國賢一個深深一個笑容一點 以及給課金支持 我看完這部電影是有點病病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大家都要支持我這部電影 上一節我都說到一些套租 今節就繼續 上一節也有提到一個論點 就是裏面有三個MIRROR成員 裏面有三個MIRROR成員 但是可以擺爛了這三個MIRROR成員的潛質和實力 老實說沒有那種MIRROR的特質都不得了 但是問題上是 我客觀去說 ViuTV這幾年其實是大賣BL的角色 譬如說雞士騰 大叔的愛也好等等 他們其實是 老實說這部電影找得雞士騰去做 當然想放少少BL的元素 但是沒有的 好像我上一節說 你已經沒有女主角女配角 但是我以為你是想搞類似BL的元素 但是裏面又沒有的 你明明找得雞士騰下去 有了大叔的愛的卡士 有了大叔的愛的卡士 但是完全是一些類似的劇情都沒有 我覺得是浪費了 雖然我自己就不是很想看他們兩個 我的劇情 但是結果他就演得好像劇情片一樣 和Anson Lo和Elon 雞士騰 完全那種演繹好像很認真 但是老實說 我自己都看到滴汗 雖然我自己是姜唐支持姜濤 但是你想想 我的主觀期望 都是打算看看Anson Lo怎樣搖搖氣氣 裡面又沒有拍到類似這樣的氣氛 他又正正經拍 拍Anson Lo正經演戲 那這樣就大件事了 老實說 你拍到Anson Lo正經演戲 你就好像陽魂那麼失敗 你明白嗎 我完全是感覺到一陣 陽魂的失敗氣息 是嗎 雖然陽魂過了一千萬 不過這個 我容後再講這種奇怪的現象 好嗎 接著 Anson Lo Elon 是吧 正經演戲 是吧 而這個張繼聰又八支又是 嘩 正經演戲 嘩 整套戲好像很陽光似的 嘩 大哥 老實說 嘩 即 你都要有少少少 我這樣說 嘩 如果我作為神套 進去這套戲看 你都要少少少 那些叫做 崩勒索 如果我是神套 喂 完全 Anson Lo 露點都沒有 完全 是吧 有些漁網衣都沒有 露點出來 這樣 那你說作為神套 情何以堪呢 是吧 但我作為姜棠 看姜棠演繹 海叔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 興奮有餘 是吧 老實說 張繼聰如果說 如果說五個角色的Party 你不要算八字 其實最美的 我就應該 就應該是張繼聰 但是 又沒有 喂 你想一下 近排MIRROR演唱會 差不多叫做 一個比較 多話題 一定是Stanley的身形 是吧 但問題上就是 問題上就是 完全沒有 你起碼找Stanley過來 真的有情 有情 即是不要像姜棠那樣 嚇串 姜棠其實也是主角 你看完後 你找Stanley過來嚇嚇串也好 但如果大力都沒有 你起碼張繼聰也是主角 你都會找些鏡頭 爆一下衣服也要 但是 完全沒有 張繼聰 張繼聰 那些 你看到整套是正經的劇情片 但是 你何歲片 你不是這樣玩 一向 所以我相信 收視都應該不好 但是 沒辦法 又找姜濤客串 姜濤可能都要輕身 好啦 那 喂 這件事是要套租 都是有關 就是我一種偶像的 偶像的角色 喂 呃 你們就 即是 看電影 安排了Edan做一個 插標的專家 那 他的人物背景角色 應該是 有機智個人 有用有謀 這樣 但是 我不是要看這些東西 是吧 即 因為 Edan 他 其實是 會 做少少搞笑 是吧 反一下眼 伸一下膩 這些角色 但是 一本正經去做 我覺得 是 呃 不是很 入到戲 我覺得 我覺得 Edan 已經是入不到戲了 喂 而且 說 Edan Lo 他明明是 演這個 解索的 那個 世家 但是呢 他整齣戲呢 為什麼要 演繹到 又好像 很無自信 沒有膽色呢 對嗎 你起碼粉底 你也是 給我幾缺 看看 粉底 又沒有 很奇怪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進去看 我打算看 Anson Lo 的粉底 還有 看 Edan 反白眼 伸下你 表情 完全沒有 完全 令我很失望 對吧 先問你 喂 接著 到最後尾 Anson Lo 還要 少少劇頭 他最後尾 就要扮 反骨仔 是吧 扮二五仔 反串 喂 我真的 丟了頭 你不是想著 捧 雞士藤 是吧 你完全拍不到 他們的特色 是吧 Anson Lo 就現在念正經 是吧 你起碼都拍些 鬼馬六的鏡頭給我看 喂 Anson Lo 最後尾還要 演到他 是 做這個 反骨仔的角色 二眼仔 那樣 喂 你想一下 神徒都是情何以堪 還有 你看到劇情是 奇怪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要拍Anson Lo 你應該是拍他的 那些 極正熱邪 叫做邪氣集中的人 但是 你拍到整個劇情片 我覺得就未免 未免是 即 演繹不到那種 即Anson Lo 那種極正熱邪的東西 但是這樣就破壞了 那麼 那麼 而且在說 姜濤 那個來宿的大反派 好像很 即 壓制著 Anson Lo 和Edan 雖然呢 就 看得很爽 那樣 那樣 但是問題上 整個劇情 是嗎 是嗎 整個劇情是嗎 你講 你講 其實Edan 和Anson Lo 他自己本身 這個角色上 雞士騰的角色上 都有背景 都有背景 你真是 這麼容易 讓來宿這個角色 好像 天下第一大幫派 但是 其實你看來宿這個角色 是一個 叫做 中小型犯罪組織的頭目 他不是說到自己 說到自己 好像那些 國際 走私販毒 那些 那麼厲害 好像素毒 素毒這套戲 那麼厲害 跨國 他少少少少 但是 他不是那種 但問題上 你拍到姜濤 好像那些 那些 國際 那些 我覺得 就 不行 對吧 那 而且 說中 裡面 他故意安排 爆粗的那些 場片 但是爆粗的那些 場片 就 搞不定 SORRY 有點不舒服 搞不定 那 當然 我真的覺得 真是 很好笑 那麼 那 就 還有裡面 你說 就說 姜濤是做反派人物 但是 其實 裡面是沒有的 對吧 裡面沒有一些反派的角色 即是沒有一些奸大奧的人 你說 你說 最 最大奸大奧都是姜濤 但是問題上 就說 你找姜濤扮 皇叔 但是 我看到 是帥仔 不是真的有一些 大奸大奧的人 即是 他不是做一些 好像以前的成夫柯 那些角色 對吧 他根本姜濤又帥仔 對吧 雖然他要扮到 少少 邪氣的角色 但是 說真的 姜濤真的太帥仔 他穿了一套 閃亮亮的皮褲 然後開槍 你知不知道 那種 形法是 完全蓋過他的 內縮奸人的角色 即是 你說 雖然他叫做 拿著槍射人 但是 你 感覺不到那種 奸人的威脅 對吧 你反而 說什麼叫奸人的威脅 就是 你說 你說 可能 以前 成灰安 可能做一下 又或者是 可能你講 諾敏 都有少少少 那種 那種 癡善人的邪氣 我們都會有 而且 這套是 賀碎片 其實 劇情也是 很 很 很 反駁 是嗎 就是 整套片 我都想問 問題 為何要搞這些 拆錶賣錶 這些 好像 那麼難做 又 好像 不是很賺錢的 東西 是嗎 就是 你隨便 隨便說 偷一下 金銀珠寶 是嗎 偷一下錢 那就算了 是嗎 說真的 你整套戲 就 有少少高潮跌起 但是 你想想 很難消化 高人仔 看了這麼多年戲 做了這麼多年影評 但我覺得 真的很難去 明白 他整個 導向 整套片的導向 都是很奇怪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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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作為薑糖 你 其實想著進去看薑濤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自己看了一次 我就 其實都失望 就是 整套 所謂賀水片 但是你說 只看薑濤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看完 我也有點病 唉 不說這麼久了 好 今次薑濤的 綜合新聞就是這麼多 下集回來我們繼續